又到了吃西葫芦的时候了 大家一般都是炒着吃的吧 今天我要跟你分享一种更简单的做法 好吃还不长肉 喜欢的朋友一定要试试哦 碗内先打入三个鸡蛋 加一点小葱末和葫芦末 来一点盐增加底味 搅拌均匀了备用 西葫芦洗干净 切掉顶端的地 把西葫芦竖着对半切开 用勺子挖掉西葫芦中间的瓜嚷部位 将打好的蛋液 舀入到西葫芦里面 西葫芦下面呢 用西脖纸固定住了 可以防止它歪掉 保持它的平衡 随后把西葫芦放入蒸锅内蒸制 蒸到西葫芦中间的蛋液 全部都凝固了 就取出来稍微晾凉一会儿 将蒸好的西葫芦 倒扣在案板上 切成厚片 吃的时候 配上自己喜欢的酱汁 一道清爽又不油腻的西葫芦就做好了